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师们的规划非常的完善 以至于这个连续举办17年的灯会 现在也是远近持名 而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活动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文办事处代表洪惠珠也指出 东禅寺以星云法师的宣扬理念设立佛学院 培养佛学青年 间接让台湾的软实力文化发展到马国 佛光山东禅寺是一所结合传统和现代的丛林寺院 曾获国家文化艺术级旅游部宣布为宗教旅游景点 每到春节这里也成为各界情聚 了解中华文化的地方 请不忘申サ赞讯近期 こと 您可以按照 hey 视频数不猜 geç 请不 forte 请不 approved 感谢观看